請逼我愛他 別管我掙扎 我只是眼裡飛進了沙 不讓淚流下切斷了牽掛 讓他快樂就是最好的報答 不讓淚流下切斷了 已經退出《戰的天使》 《地利》呢 它是那些一年的最主要投資 Sony Music 所搞出來的專輯 是戰盡的《地利》 《人和》呢 就是周杰倫跟柯仁東同一天出專輯 讓柯仁東完全沒有壓力 失敗本來就是正常的事情 讓他給周總 這種居然可以當作標題 真的是太幸運了 所以柯仁東就是完全沒有 沒有不快樂的理由 所以我希望柯仁東 有非常好的成績 那從有話直說 可以變成有話好好說 柯仁東加油 說到這個柯仁東啊 我可是從小 跟他一起長大 怎麼會吧 雖然我們倆年齡相仿 可是我想我還是有一些經驗 要跟他分享 這個一腳踏進這個圈子裡呢 突然爆紅一定有很多事情不能適應 有話直說 有些話不要說是比較好的 當然今天你在出唱片這個事情上面 我可能更的經驗要跟你分享 那這個我們事前也有操演過 所以今天你現場的演出 如果唱得好就是我的功勞 唱不好 你個人作業 個人單 便宜圈 就是這樣子 加油啦 今天真的很緊張嗎 非常 非常緊張 對 因為 這是我第一次在現場唱歌 所以很緊張 練習好久 練習一兩個月 因為一開始都在選 到底要唱哪一首 然後這首 是 目前唱得比較好一點的 對 所以就選這首歌 那你覺得今天唱什麼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想 因為我腦袋是空的 對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想在同一天跟搜捷人一起發片 會不會覺得壓力特別大 其實 其實像九百刀這樣講 我反而就是 臉豁然開放 就是舒適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反而 覺得很開心 而不會壓力大 眼睛有一點紅 就昨天睡不著 有一點 有發現嗎 因為我很怕今天會破音或幹嘛 所以 做了什麼樣的準備 準備 就是一直聽 一直聽 然後算 學著劇 努力的算節拍 雖然之前電影的宣傳很多唱 但是今天 那個 看到這麼多媒體 剛剛上台的時候 眼睛好像都不知道放哪裡唱 對 都不知道往哪裡看 他們有叫我看一個點 可是就是 沒辦法 太難 慢慢 對 當歌手還是如何 這是我 還沒開始適應 這是我第一個 是一個有媒體的場合 所以 還在適應 就是只有我一個人 對 公平沒有導演這樣 剛剛在上台的時候 唱片的公司人 一直在跟你面目 是講哪一句 是不是 要不要緊張 對 就是叫我不要緊張 要我放輕鬆 你平常心面對這場記者會 這樣 剛剛妍希有說到 這樣你要自信一點 所以是因為害羞的關係 對於唱歌還沒有太多人聽到或聽過 所以還沒有得到自信這方面的東西吧 所以希望慢慢的就是 努力應該會更有自信 那跟你一起長大的哈林同學 到底有給你什麼樣子的建議跟經驗 他之前主要是給我一些媒體的一些東西 可是後來出唱片之後 他其實就是叫我去找他 然後叫他一對一唱給他現場唱 那個壓力比今天還要大 對 因為他就是把那張臉這樣看著 所以那個時候哈林哥 就是對你在他面前 唱的這個評語到底是怎樣 他對於 他覺得聲音可以不用挑剔太多 就是他並沒有說 要調整我的聲音或幹嘛 因為新人或是第一次 本來就會緊張或幹嘛 可是他主要是 調整我的動作 我的眼神幹嘛 有教你手勢 或者是要怎麼樣動嗎 他假如說不要插口袋 曲風是英式抒情搖滾 然後主打歌這方面主要是就是 就是其實歌曲是在講愛情 可是就是整體的 要表達就是個人就是想要說什麼 就是大膽的說 對 然後並不是要挑釁任何人 只是說 心裡有事情的話就要講出來 金馬翔快要到了 自己入圍新人 到底覺得自己獲勝的機率不大 有沒有也是對你都蠻緊張的 其實我都沒有去想 因為其實就是很多人跟我講說 你都不要想 因為其實你坐在那邊 準備宣布前那十秒 你腦中就已經完全是一片空白 所以一開始是有信心 然後有希望得獎 可是到最後 後來現在過了就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去看賽德克巴來之後 就知道難度是存在的 所以就還好 那妍希這次入圍最佳女主角 對她的信心怎麼樣 這次她面對蠻多的那個 一場手 對她的信心喔 我當然很希望她得獎 畢竟就是 入圍最佳女主角 我是跟一個影后一起演戲 可是她對手真的非常強 所以她得獎真的就是 一定是我們所有劇 最開心的事情 對因為她對手真的 還是說比較看好說 最佳女主角會是誰的 沒有看好誰 因為其實另外那幾部片我都還沒看過 對所以我不知道 可是就是 希望她可以得啦 就我希望我有一個資歷 他們寫我跟影后演過戲 那樣的 接下來前場會應該會跟很多的戲迷 歌迷啊 會有一些互動 會不會擔心這個互動 互動 不會其實面對粉絲會比較 壓力不用擔心 比較開心 可是有一些熱情的 瘋狂的粉絲會滿足 瘋狂粉絲 就如果在合一範圍內 我都盡量滿足他們的